各位呢,你進到我們這個OneNote之後 這個是1234-1 可以用W.np 所以呢,你進到這個網址之後 你進到這個網址之後呢 我們在這邊 你用會員登錄 其實 會員登錄裡面呢,有兩種註冊的方式 一個呢,是你直接用社群帳號 直接用社群帳號 當然,Facebook不建議各位用 因為有的設的比較嚴謹,也許會登不進去 但其他的可以 另外一個呢,如果你想要用Email也可以 就是,比如說你有Gmail的信箱 但是我不想要跟社群綁在一起 我就直接來這邊註冊 你就打上你的信箱、姓名、密碼 這樣也可以 但是這個方式它會寄封證信給你 所以你必須要去收信 好,要去收信 這是比較標準的 如果你覺得 今天對老師沒有信心 你也可以來這邊玩玩 當客人就好 訪客人 按下這個 會產生八位數的號碼 你只要把它記下來 下次用相同代碼直接進來 這樣也可以 各位有聽過翻轉學習吧 沒有 你們上課都是直接來的 不用翻滾吧 好,你看 有沒有產生一個八位數代碼 你把它記下來之後呢 我了解的 這樣就可以進來了 那這是一個翻轉學習平台 跟各位平常在學校用的數位學習平台比較不一樣 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數位學習平台 但是我問一下各位 你平常會不會想要上去?不會 對不對 只有交作業的時候才會上去嗎 平常閒來沒事會不會上去逛一逛 找資料很少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平台上面呢 其實你會看到有很多公開的課程 預設各位進來是在這個課程裡面 這裡有很多 那你也可以看到一些我的 那我們今天資料放在哪邊 在這裡 在這個發現裡面的群組 群組就像班級一樣 所以老師的資料大部分我都會放在這邊 你把它按下去 好 這邊有沒有看到我們這裡就有一個了 你還看到我很多其他的 有沒有 看到我很多其他的 那你要加入也都可以 比如說我從這邊點一下 好 在這邊你就按加入 這樣子你就進到我們今天課程資料 我們今天的簡報 還有上課的一些參考資料 我們都放在上面 今天簡報在這裡 好 你可以從這邊開 也可以另外開一個視窗 那你看到任務裡面呢 有更多跟Webduino相關的資料 都擺在這裡 好 都擺在這邊 那另外呢 各位在右手邊這裡 右手邊這邊 你可以連到我的 學習網 部落格 也可以連到我們家的什麼 YouTube頻道 好 你進到我的這邊之後 你可以點一下 教學頻道 我有公開演習的部分 我都會放在上面 好 那我們的錄影呢 會像這樣子 比如說你點進來 好 點進來之後呢 那在右手邊你就可以看到 老師會像這樣一段一段把它錄下來 標題把它設好 所以今天即使各位 你沒有參加這個課程 或是你參加這個課程完之後 你想要哪個地方有問題 你就自己回去看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講的 翻轉學習裡面的一部分 也就是 你應該知道 這種課 上完了 我在學校都是有錄影 同學萬一沒有來 對不對 出去完了 他就知道要去哪裡補課 好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看一下 那另外呢 你在這邊呢 如果你想看老師其他的 我問一下各位 你們有沒有上過AE跟3D HAPP EFFA 有嘛 對不對 來你看一下 我們家的 在這裡 還有多媒體的 你可以從這邊點進來 你們平常在 選課的時候 大部分都看什麼 都看這一種 對不對 都看這一種 對啊 但是這樣知道那一門 要上什麼嗎 不知道 所以像我這邊的話 我都會把我要上什麼內容 全部都放在裡面 所以你要看 比如說像這個寫字的 我點進來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會做哪些內容 這樣了解 那你也可以順便看 上課錄影片 不只給你看現在的 還可以看到什麼 最多到103年的 每一堂課我上課都有錄影 這樣子你選修應該比較不會後悔吧 哪一堂上什麼內容 我這邊都會寫得很清楚 在這邊把它換成這樣子 有沒有哪一堂課上什麼內容 點進去 這樣了解 這個是 在這邊的 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 像這樣子 那多媒體的部分呢 像我們今天會用到的什麼 WebDuno部分 也是我多媒體裡面的一環 那這個多媒體的互動設計裡面 都是以網頁 為核心 所以我上面所寫到的 比如說你們做網頁設計 也許你會想要用什麼 WebDuno 但是你現在用Duno 你不累嗎 要做網頁設計很難耶 因為你要兼顧到很多事情 再來像要做簡報 簡報也有很多種 但是像這種的 這種的簡報 是以新制圖為概念的 它就是很大一張圖 很大一張圖 你們平常也用過那個新制圖吧 比如說創意發想的時候啊 有嗎 沒有特別用過 了解了解 好好沒有關係 反正管它的 會看就好了 會做出東西來就可以了 簡報是這樣嗎 有沒有跟各位平常用的 劈開頭那個比較不一樣 蛤 還是你們簡報只會用劈開頭的 除了微軟沒有別的可以選嗎 而且我可以像這樣子 你想要看哪裡 就兜兜兩下就進去了 就這麼簡單 像這些東西啊 其實蠻好玩的啦 新制圖都長不像這樣子 那再來我們有學3D 這個3D 我都有開我同班 小朋友都會的 你敢說你不會的 應該很少 而且這是免費的 有一個叫試用3D 那這個呢其實都是給各位看一下 你要做到這些都沒有問題 因為像這個 像上面這些都是同學做的 好 另外呢 這就跟我們現在要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有關係的 就是 現在的程式 因為程式的部分已經 要列入107克鋼 現在的108克鋼啊 所以以後小朋友他們是學 但是他們現在學的 跟各位現在一樣 積木式的 所以 你要用到這個就 簡單 那另外像 AR VR 這些都一樣 最單純的就是 一定要有模型 3D模型 不然就是你要有什麼 360度的那個攝影 建造環境嘛 這個是像這樣子 另外 我們就會去參謀 所以 一樣的像這個課程 不會有上課錄影片 這些都公開的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因為我們的科系比較相關 所以我就會像這樣 跟各位 做比較詳細的說明 那我的Blog裡面呢 也會有比較多這一方面 像AE的部分 我就很多啦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地方有興趣的 歡迎你可以來這邊找找看 不過很多常見問題 你在使用上可能會遇到問題 一頭拉鼓的這邊 都有列出來 常見哪些問題 這個是 老師的Blog上會比較多的 所以你也可以從這邊看 那另外呢 我們今天上課錄影片 老師會放在這個雲端硬碟上 所以你點進去 大家點進去呢 就會看到 我就會同步放下去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啦齁 所以麻煩各位 你待會進來之後呢 不管是用註冊或訪課都沒關係 進到群組裡面 進到群組裡面 發現裡面呢 這些都公開的 點進來 就可以加進去 那麼你下次呢 已經加入過之後 就不用再加入一次 你就直接進到群組 因為你加入了就會在這裡 這樣OK 來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各位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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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